去年底全长88公里的福州平潭铁路正式开通 同步启用平潭海峡公铁大桥 如今从福州到平潭最快只需要35分钟就能抵达 交通更便利之后也让平潭的产业有了新的面貌 2020年12月26号全长88公里 设计时速200公里的福州平潭铁路正式开通 旅客坐火车从平潭到福州最快只需要35分钟就能到达 国平铁路开通营运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同步使用 把高铁首次送上平潭岛 这是大陆首座也是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跨海大桥 大桥穿越的海滩海峡是世界著名的风口之一 全年有超过300天为6级以上大风 技术挑战和施工风险困难重重 耗17年创下多项世界纪录带来更便利的交通环境 扶平铁路开通后在福建经商的台商特别有感 薛庆德从福州回平潭跨海高铁成为他的最新首选 早在2000年薛庆德就在平潭创业 当时从福州到平潭坐巴士需要4个小时 中途还要搭船进岛 搭轮渡进岛正常的时间是1到2个小时 但是要是天气的影响的话轮渡没开 那有时候就是一两天的事情 那现在搭上东车一般的话40分钟可以解决的 往来福州平潭能更有效率地掌握通勤时间 铁路开通后平潭长乐和福州将形成半小时生活圈 交通更便利也替平潭带来新面貌 这是艺文产业进驻平潭的起点 音乐教室里这位热血教师来自台湾 陈伯金曾经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目前在这里经营民宿 作文创和音乐教学工作 我想要在过50岁之后能够创造自我的价值 我想到了最好方式就来中国大陆来这边 作为音乐人 陈伯金在平潭收了一个徒弟 他特意选择在专业录音室里授课 传授学生演唱技巧 刘云凯所演唱的这首《舞碟》 是陈伯金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台湾的经验 带来到平潭 希望平潭能够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这是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认识陈老师之后 进了录音室 有很多就是唱歌上面不同的地方 他知道了我很多 要把这把吉他的贡名刷出来 他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理念拐 然后孩子们也喜欢他一些 分区幽默的这种教学方式 平潭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完善福建区域铁路网 创新产业进驻发展 期待能瞧出更具发展性的 经济生活圈